1979年的昆仑山 一种神秘的未知生物海虎被意外发现 工人们本想进去探查了 可谁知洞穴突然发生大爆炸 上级为了不引发恐慌 封锁了消息 并组建一支探险队准备深入洞穴调查情况 年轻的胡八一与队友杨平妇女由此跟随探险队一起 深入到了昆仑山腹底 以求探明真相 他们来到了爆炸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很深的隧道 在杨教授的提议下 他们小心翼翼地顺着隧道滑了下去 在隧道底下 他们发现了很多巨大生物的遗骸 走出隧道 杨教授告诉胡八一 这条路的正对面就是传说中通往古代鬼族的大门 可胡八一竟然觉得自己仿佛来过这儿 此时有人在雪地里面发现了巨大的脚印 一行人跟踪前往大雪山 却遭遇到前所未见的原古血蝙蝙蝠的境界 被他们触碰到的人立刻会化为灰激 这导致探险队折损大半 带血蝙蝠消失后 突如其来的雪崩让胡八一与杨平妇女落入了万丈深渊 等他们再度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传说中的九层妖塔之下 这里一直封印着关于鬼族的秘密 混乱中 杨平的父亲告诉胡八一 这座塔一直在等着你 而后他指引胡八一与杨平抬起了妖塔的千年封印 抑郁将鬼族释放出来 此时 与胡八一等人一同坠下悬崖的一名探险老兵眼见情况不对 愤勇地挡在了众人身前 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掩护其余人逃出了洞穴 只是 老兵的牺牲并没能为胡八一等人争取太多的时间 不计其数的血蝙蝠开始出天在地地杀向了他们 为了躲避血蝙蝠 胡八一等人不得不跳进了宽级的地下 而杨平妇女也因此遭到了水生怪兽的袭击 与胡八一失散在了水中 昆仑山一行之后 胡八一成了探险队里的唯一幸存者 他完全失去了杨平妇女的下落 并身负重伤 孤身一人从雪山深处跋涉而归 回到北京后 胡八一选择离开了部队 在华夏图书馆王馆长的引导下 转而成为了一名平凡的图书馆管理员 在此后不久 他偶然重逢了老乡师王胖子 这让他受伤的内心多少有了些未解 不久之后 胡八一发现在图书馆中经常会有人莫名其妙地留给自己一些图书 而图书的内容全部与鬼族有关 这让他不由地开始关注起了这个不为人知的族群 并试图弄清其背后的秘密 1982年 在四川的一座古墓里 人们发现了一个活着的女孩 她的手指甲忽长忽短 看上去十分可怕 而她的性格也十分狂躁 只要一激动 身上就会出现诡异的黑色印记 此人正是失踪已久的杨平 同时杨平父亲则在陕西的某个地方被发现 只是他仿佛事与一般 始终一言不发 这两人的发现地点距离昆仑山两千多公里 专门监管各种超自然现象的749局觉察出一场 将两人带回后进行了严格的监视观察 不久后 南海石油镇突然被一群未知生物袭击 甚至整座小镇都在事后凭空消失不见 在此契机的推动下 杨教授突然开口 他怀疑这一切与九层妖塔有关 主动申请前往调查 却不料尽人间蒸发 749局决定 请胡八一携同杨平一起前往南海石油镇 找回杨平的父亲同时探明真相 可启程之前 胡八一的身体也出现异常 他的骨骼都发生了一变 甚至后背开始冒出蓝色的火花 攻击力也变得十分惊人 仿佛拥有了超能力一般 此外他还得知 原来一直给自己留下各种鬼族图书的神秘人 正是图书馆的王馆长 此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守灵人 他告诉胡八一 鬼族是一万年前外星人与人类结合的后裔 他们靠着先进的科技 对人类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九层妖塔则是外星族群通往地球的传送通道 不过在多年前 人类中的一王子带领族人奋起反击 赶走了外星族群 并用身体封印住了九层妖塔 而胡八一正是一王子的后代 可在那场战争后 还是有一部分鬼族留了下来 他们和人类通婚 时间一久便获得了人类的外貌 只是他们由于其特殊的血缘与基因 几乎每到40岁就会自然身亡 杨平其实就是鬼族后裔 眼下外星族群正对地球虎视眈眈 他们极度渴望胡八一的鲜血 因为他的血可以开启九层妖塔 令外星人重返地球 在得知了这一切之后 胡八一决心带着王胖子 加入749局的探险队 前往南海石油镇一探究竟 在探险队伍中 胡八一终于再度见到了杨平 可奇怪的是 久别重逢后 杨平却似乎完全不记得他 胡八一与杨平等人很快便踏上了旅途 在穿过了广袤的沙漠与肆虐的沙尘暴后 终于抵达事发小镇 在那里 他们先后遭遇了远古怪兽的多轮袭击 探险队死伤惨重 战斗中 杨平静自闯入了一座地下灵宫 胡八一则紧随其后 一同进入了墓穴 而这座大墓 正好便是王馆长口中的王子林墓 就在这时 一只怪兽突然醒来 击晕了胡八一 随后 一旁的杨平从天而降 怪兽在他面前竟然十分温顺 而后杨平驾轻就熟地将胡八一送入了石棺 并带他重返了九层妖塔 在妖塔前 一个长得和杨平一模一样的人赫然出现 他自称自己是九层妖塔的主人 还用言语蛊惑胡八一 企图令胡八一协助自己开启妖塔大门 让外星人反攻地球 却被胡八一果断拒绝 脑目下 他一把将胡八一推回了怪兽肆虐的小镇 令他不得不面对早已被外星人控制了的杨平 此时杨平正指挥怪兽与探险对人们厮杀在一起 可是 就在胡八一即将残死于怪兽的血本大门之下时 杨平的恻隐之心却被猛然唤醒 关键时刻 他冲着怪兽一身跑 并利用自己的异能拯救了胡八一 其实早在几年前 胡八一和杨教授都已经死去 是杨平用了可以让人起死回生的能力复活了他们 但杨平却倒在了胡八一的枪口之下 为了平息这场灾难 胡八一不得不忍痛打死了他 泥流之际 杨平恢复了曾经的单纯模样 而随着他的倒下 九层妖塔也在一瞬间崩塌 不计其数的怪兽也纷纷灰飞烟灭 胡八一将奄奄一息的杨平放入了具有治愈功能的王子灵士官 期盼他能被奇迹拯救 而杨平也在最后时刻将自己身为鬼族后裔的秘密告诉了胡八一 并祈求胡八一能替自己找到失踪的父亲 杨平清楚 行踪不定的父亲 在见识到妻子40岁灰飞烟灭后 为了保护自己始终都在为破解鬼族后裔神秘死亡的诅咒而努力着 最终 胡八一带着杨平的嘱托 再度踏上了茫茫无际的冒险之旅 这个故事来自电影九层妖塔 影片改编自鬼吹灯系列小说的电影 在脱离了原著故事架构的情况下 将制作的重点全盘放在了视觉器官的呈现上 然而剧情与角色的差强人意 成了这部电影最为致命的硬伤之一 在豆瓣也只有4.4的评分 而观众在享受视听盛宴的同时频频跳起 始终无法进入到影片所营造的氛围与情景之中 这也让九层妖塔最终沦为了形势大于内容的典型案例 在口碑与票房上双双败给了同期的寻蒙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